大家好,我是豬威 這次的渣攤我覺得蠻重量級的 不管是討厭我還是喜歡我的觀眾 我都希望大家和平的把它看完 這次要談的重量級話題就是 12G的積分排位到底水不水 還有台灣社群到底出了什麼事情 會想說這部影片是因為最近台灣APX社群真的太奇妙了 到處都是什麼 12G排位好水 大師鑽石滿天飛 什麼不是單排上大師或千軍就是水貨 只要龜的排位到底有什麼屁用 白金場都是雨啦 你怎麼爬不上去之類等等等等的 最近真的太多了 加上我在直播時 我的觀眾最近一直問 主播 我鑽石400軍商會不會狠水 主播我800軍商可以上大師嗎 主播我單排上鑽石有料嗎 主播我玩上個禮拜就白金了可以嗎 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解析 台灣人到底為什麼有這麼多迷思與比較 為什麼就是只有台灣社群會這麼臭 這麼愛比較 等等我會先從各季的積分機制 與各季積分落點去跟大家分析 到底12G排位水還是不水 與水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最後再談談社群 那我們開始吧 首先要講解排位制度之前 可以先去看一下我以前做過的積分編年史 從第八季大師改制之後呢 大師就變得比較好爬 這季積分我有出過積分教學了 這季確實打保守一點都是有分數的 所以這季許多人紛紛成功上了高牌位 社群的慶祝攻略心得的文章開始多了起來 照理來說這件事情應該是好事哦 大家對於積分熱情變多 遊戲年卓度變高 但是在台灣社群開始了一種超奇妙的風氣哦 就是開始一直說排位很水哦 大師也不怎麼樣啊 甚至有人說只要歸阿貓阿狗也可以上大師哦 一堆人上大師大師排位到底有什麼可靠性 那聽完上面之後 到底上大師鑽絲的人有多多少 讓12G可以被講是最水的一屆哦 這邊我們先從積分排位人數分佈數據來開始 以高端來說鑽石在2到8G左右時一直維持在10%以下 大師鼎列人數都在0.3% 就算改制了也只有0.4 那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改人頭分與排名分 及爭議最大的這兩季 11、12G 首先11G的鑽石玩家約有12% 大師約有2% 12G的話 目前鑽石為10% 大師為2.3% 所以從數據圖來看 鑽石大師的人數確實變多了 2到8G的鑽石人數總合約4% 大師鼎列0.4% 那這幾季因為9、10沒有數據 所以我們用11、12去算 鑽石約為12% 大師2%多 以上就是排位人數的分佈數據 看完數據分佈 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 12G排位到底水不水 首先我自己覺得高排位人數變多的原因有3點 第一就是基底玩家變多了 我自己做頻道是感覺 第9季開始新玩家變得超多 所以新玩家變多 本來耕耘的老玩家排位變高很正常 第二就是時間 時間長 大家觀念、配備都變強了 因為可以接觸的資訊越來越多 這點其實我是非常感動的 我自己是一個做教學頻道的人 看到大家都開始變強 開始對觀念有進步 對配備有認識 真的是覺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 第三就是官方對於積分的平衡 首先就是第8季鑽場的出現 以及11季的人頭季 12季保守季 變成你只要掌握當季改版的密碼 你就能上分 以上這3點是我認為 正當性的排位人數增長 那講到這邊我都說有正當性 那一定有不正當性 大家都知道 這遊戲的外掛、代打、小杖非常猖獗 我自己私下就已經抓好幾個了 那不正當性就是所謂的代打 以這季大師目前人數為13000人左右來說 我敢說至少3到5成都是代打或是小杖 我自己內線消息 大師排位的人通常都會打2到3隻大師 那我們來算一下 10隻大師、1人3隻 就30隻喔 這邊還只是大師喔 鑽石更多喔 所以在代打、小號、風氣、盛行的狀況 去計較所謂的排位人數真的有意義嗎? 當然一定有人變強上去 一定有 而且不少 恭喜他們 上面講解完人數變多的原因 大家是否有改觀呢? 如果沒有 那我們繼續 首先我們先不要在意高排位人數 我們先來探討何味水 什麼是水喔 我拿我自己當比喻 我是一個算是每天份 但是真的很努力練習的玩家 在舊智打過鑽1 其餘都是大師 基本上都是白場內爬完 軍商都有700到900左右 但我依然常常被攻擊水大師啊 無謂就是水 他就是靠隊友 那最近還有更屌 你不是單排 所以你是爛貨 我資人沒很強 但是這個排位我拿的不虛喔 看過我直播爬分的觀眾就知道 我不怕技術被質疑 打錯也會承認 也可以與觀眾討論 但依然還是被標榜水貨 所以我有時候不知道水這個詞 到底是在講實力 還是就只是單純在攻擊呢? 那談回正題 我在群組上面最常看到的名詞 就是水大師、水鑽石 我看了一下 大家通常都是用軍商去區分 然後是KD 最後是場次 但不覺得這樣其實有點好笑嗎? 先從APEX的積分制說起 其實大逃殺有積分本來就蠻怪的 那有也是好事 大家可以對遊戲更黏著 但是我們要先知道已經很重要的事情 APEX積分非傳統積分制 什麼是傳統積分制? 就像是LOW、特戰、R6、盧石、CS 贏就是贏、輸就是輸 輸與贏一限之格 廣義的積分勝利我想就是 積分的排位分數增加 不管是哪個遊戲應該都是這樣 但是APEX積分不是 APEX積分是一個有多贏家的機制 一場可以有好幾個贏家 甚至60人如果不要開槍 大家合作組隊就可以有60個贏家 所以APEX的非輸即贏的狀況較少 只要你在遊戲規則內玩 就可以加分上高排位 上面講了這麼多 APEX的軍商與打法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大家在一場大逃殺中 能上分不就是一種獲勝的表現嗎? 所以排位到底有沒有水? 定義是什麼? 破千軍就是不水嗎? 白場大師就是不水嗎? 上鑽石軍300是水嗎? 到底什麼是水? 不用開掛代打上去的排位 為何可以被縮水?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仔細想過這一點 當你用正常遊戲途徑 到達高排位 但是被攻擊水 為什麼? 我阿偉的定義是這樣 只要沒開掛 買代打 都是你的 恭喜 愛講別人水的人 就是一群眼紅的寒兒人 自己到達高排位之後 看不慣別人跟自己一樣 或是自己上不去 認為已經上去的人 比自己爛 所以就會拉出一堆藉口 什麼軍商太低 場數太高 靠龜上去 靠隊友 靠三排 這種廢話他媽的一大堆 尤其是龜這個字 有些人對龜這個字極度敏感 他的龜好像就是整場躺在那不用殺人 儘管這季開始排名分變高 打保守都有分數 但承認他人進步 真的這麼的難嗎? 有些人就會說 阿你去找人打啊 龜就是水啦 強的人就是車過去 白街場都是魚車就對了 那打大師鼎獵場怎麼辦? LGS怎麼辦? 怎麼沒人去糾正? 倒是一堆人只敢在普通玩家的排位心得 我人嘴炮 為什麼? 因為酸民只會欺善怕惡 對比自己強的人就怪得像條狗一樣 這也是我的想法啦 大家如果對水有記得一套見解 留言區見 那我們探討完積分數據與水的定義之後 最後來講一下台灣社群最近出了什麼狀況 我是覺得台灣社群缺少了真正的理性討論 最近打開每天都可以看到這季排位很水 什麼大師已經太多了 白街場就是車都是雨 再來就是大家比較來比較去 那你們也知道人在嘴炮上 是不能輸點 最後扭曲了爬芬的本意 爬芬本是證明自己的方式 但是變相變成壓制別人的工具 不管是巴哈 冠群 討論事情只要起口角就開始人權圖大戰 那有些比較好的會自己加強自己 我欣賞這種欲強折強的人 但有些都是買帶打 就是為了贏下那毫無意義的網路爭論 這時候一定會有人說 我們討論別人關你屁事 臭你阿維 不強他媽廢話又多 說真的 到底是討論還是貶低 正常人應該心裡都有數 建議大家看看國外的英文論壇 像是Reddit 或是國外的FB社團 日文的也可以看看推特 這邊我貼幾張圖不多說 自己去看一下台灣討論區 跟別人討論區有差多少 台灣的討論區 每天除了在討論一些有的美德之外 不然就是在反串釣魚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人家EA 根本就不想把我們的討論區 當做一回事 人家在乎的是推特跟Reddit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台灣人 真的是需要自己去檢討的一個部分 最後真心跟大家建議 遊戲排位只是人生過客 開心就好了 我相信多數99%的人不是靠APEX賺錢 也不要因為別人過度比較 而讓你沒有信心 像是來我台問的觀眾 多數應該都是被噴的缺乏信心 再講一次 你只要沒開掛 沒帶打 能上大獅鑽石 你就是高牌位 你就是這遊戲的前段班 100個人裡面的鑽石也才10個 大獅兩個 這樣的戰績也很棒了 那最後我知道這邊肯定會吵啦 那大家要記得留口德喔 我是吳偉 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好 因為我今天玩艾爾登上癮喔 影片一定也是要來個彩蛋 其實我上面講這麼多都是對於正常人的喔 對 凡事都要一提兩面 這是看事情的基本原則 那我知道有些人被嗆水或是嗆爛一定是有原因的喔 我個人遇過很多買帶打來炫耀的喔 或是兩個朋友帶上去的 還有時間戰神 我個人覺得炫耀是人之常情啊 就算買帶打我也會覺得 哇這個人真有錢 時間戰神或是被帶的 我也會覺得至少是自己喔 靠自己有料 這部影片的本意喔 是用來保護上分的人不受歧視喔 但是一種狀況除外 就是上高牌位之後壓制他人之人 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通常我會跟對方吵強度問題時 就是這個人去攻擊他人的時候 我相信很多會去嗆他人排位水或是爛石 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那種人實在很囂張 那大家遇到的話喔 不要嘴砲去降低格調 會讓社群變相臭掉 反正有沒有實力大家都自己知道喔 都嘴多臭而已 所以本部影片並不是一部聖母雜談 跟大家一樣討厭那些用排位去嘴砲他人的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